潘兆聪 恐怖在戰 Hello Hello 我要介紹給大家認識 這位我剛認識不久了 這位朋友名字叫Lucase 是呀 艾文好 Lucase 其實都在這一行 都很久了 是啊 都十幾年了 不過我們很奇怪 我們有沒有碰過頭 從來一做事 比較少一些 可能大家的飯數又不太接近 雖然大家都是在娛樂界做一些事情 但是你又幫很多藝術去做一些管理 或者安排他們出去出秀 登台 嗯 好了 今晚有幾件事 可以說回你以前幫一些藝術去做 甚至乎現在也不是很久了 有些個案 是啊 是啊 好 這件事應該大概八九年前 我當時帶著一個台灣藝術去內地拍電視劇 是 那地點就在蘇州 嗯 是的 我們那時拍電視劇 因為一開始拍電視劇 就要拍幾個月 那我就上去內地都一個多月了 想著都偷走回來香港 回來之後 即是回到內地之後 那 因為我本身自己的助手 就躺在我的房間 那我就要另外再租多一間房 那剛巧就是在我藝術的隔離房間 那也挺好的 方便 是 但是進去房間 完全是一個窗都沒有 哦 即是全部都是窗 除了門口之外 全部都是窗 這些最糟糕的了 因為我本身自己就不太害怕 所以我也覺得OK 一兩晚都沒所謂 都是休息時間而已 那第一晚其實就 對我來說就沒什麼特別的 那第一晚 因為我助手就要跟我交代一些東西 所以他就過了來我的房間 就跟我睡了 因為我們有兩張床 那他就是睡近洗手間的那張床 那我就睡另一邊著行 那一晚大家都聊完了 很累的睡了 那我睡著了 他不知道 但是呢 那一晚發生的事 我稍後就會說回來 那他完全沒有提過 沒有告訴我發生什麼事 那因為第二早就開組了 那我就很早就睡了 那第二天 收工回來 那因為他其實都要離開蘇州的了 那所以他就說 我先回去你本身的房間裡收拾東西 那你不用等我住了 那我自己會回來的 那好吧 那收工之後我就沒有理他了 那到差不多十二點多 那我就嘗試打電話給他 我說你收工完的東西 你幾點會回來 要不要等你門 那他就 那第一次呢 其實他有回答過我的 那他就說 我收工完的東西就會回來 沒有問題的 你不用擔心 我擔心在旁邊的 那我就說OK 那隔了一會兒就睡著了 都睡到一會兒 我又醒了 我個人突然醒了 那我又 咦 為什麼一點幾兩點鐘都還沒回來 又打電話給他 開始的電話就不通了 那我就 因為我是用手提電話打給他 就不是用房間的電話打的 那打電話給他 第一個電話號碼不通 那因為我們在內地工作 通常就有兩三個電話 那嘗試過打過幾次 不同的電話號碼都是不通的 那這樣就算了 不通的意思是 還是真的聯繫不到呢 沒有聲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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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打通了 接著就沒有聲音了 OKOK 因為起床 即是去洗手間 其實會很清醒的 是嗎 我個人都還沒睡著的時間 坐下不久 我就開始看到房間變顏色 變顏色 已經是金綠色 黑黑黑的 那我覺得 糟了 糟了 因為我自己本身 真的不是很害怕 還有我自己本身 也有 我是密宗的 所以我有 佛珠是手 那我就放下床 那我就 不理他 我就自己這樣說 總之你們 不要選我 你們自己 隨便就可以了 那說完沒多久 然後呢 就開始看到 牆角那邊 一個一個一個人影 這樣走 走出門口 它是一排一排這樣的 高矮差不多 肥瘦也差不多 但它就沒有轉過頭 看過來我這邊 因為它那邊 通常酒店都是 藏著對著電視的 他們就是 透過電視 一直走出門口 那我就覺得 哎呀 那怎麼辦呢 有多少個呢 都睡覺 有多少個這樣走 有多少個 你覺得 我想都有十幾二十個 嘩 這麼恐怖 他是一直走 但他沒有看過我 你當是大家排隊 地鐵入閘那樣 他是向前走 我就在旁邊看著他這樣走 嗯 是的 隔了一會兒 我就不知道為何自己睡著了 嗯 那一晚我就沒有事發生 是 只是看到這個情況 到第二天早上醒了 因為一醒你自己都會知道 昨晚發生過的事 那我就馬上 就走去旁邊找我的同事 我就跟他說 喂 為何你的電話 整天都不通 他說不是啊 我電話沒事啊 我昨晚還跟男朋友聊電話 我說為何你又不回來呢 他說沒有啊 我被其他助手抓住了 玩 因為知道我走了 嗯 然後就沒有一件事 但是我就回到那間房間之後 我就馬上收拾所有東西 就轉房了 就是回到自己原本那間房間 就不再留在那間 就是密封的房間裡面 嗯 過了一段時間 我們回到香港了 我就問回我的助手 為什麼你那天不回來呢 明明說回來 我電話又打不通給你 其實發生過什麼事 我總是覺得他有些事情 他就先跟我說 他說原來第一晚 我回到他 即是他在我的房間 Stay的時候 他就 即是我們聊天 聊到一段時間 我睡著了 他就 無奈就認識電視 自己再睡了 怎知道他一睡到床 一轉身 因為他把床和牆中間還有些縫隙 還有一個空隙 他在那個角落頭那裡 看到一個小朋友 蹲在那裡 看著那個角落頭 所以他就很害怕 一直都沒有跟我說過這件事 所以他不回來就有原因 是的 所以第二晚原來他不回來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樣 那一早就響了 因為他很害怕 很害怕 對 你有沒有罵他 是啊 沒有 因為他本身真的很害怕 我一向都知道他害怕 因為之前有一次 我跟他去外出工作 他那一晚就很幸運 他就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 所以我就知道他是害怕靈體 所以一遇到這樣的房間 我覺得真的要更換 沒有窗 很嚴重 他走不了 又沒有陽光進去 是啊 完全沒有陽光 所以下次下次不要搞這些房間 下次見到就沒有了 還要是美房 嘩 還衰 衰長家衰 是啊 但本身因為我自己都覺得沒什麼所謂 咦 那個藝術呢 那個藝術有沒有出事 那個藝術沒有出事 因為他又不是很相信這些 而且他每晚拍攝拍到這麼累 他都睡覺 一睡就睡著了 那也是 是啊 所以我沒有聽他提過 在那裡發生過什麼 好 好好好 喂 有沒有一些個案子可以打開藝術嗎 不介意 打開藝術嗎 這個也可以說 這個是台灣藝術叫馮媛欣 有小林志寧之稱 糟了 不會 聽眾自己搜尋就找到他了 好 我們那時候拍攝 那套電視劇最初的名字是《我的野蠻女友》 到外出的時候就叫做 《天牛的下鐵》就是有彭于眼的 哦 明白明白 這宗就是蘇州的事件 是的 還有其他呢 在內地還是台灣還是哪裡 另外一宗就是在沙巴 我去沙巴 我去沙巴 是的 就在沙巴 那次我們就 其實本身地點不是去沙巴 我們本身地點就是去郵輪 在郵輪那裡拍完幾天的事情 最後那個站就是在沙巴一晚 第二天才坐飛機離開 那天就下了船 當然是有車去到酒店 其實去到酒店附近 都覺得怪怪的 為什麼什麼都沒有呢 雖然說沙巴比較落後一點 但是都未至於什麼都沒有 那麼到酒店的旁邊 好像有一些類似環智區的物體 一些地方 那麼再遠一點 其實我看到是有一些墓地 嗯 那麼那個酒店呢 其實就 都新的 但是我又不是太多人住 那麼因為我們一隊隊員進去住 那麼我們就安排好了 但是因為我們自己本身出去 那藝人也都要求 不如可不可以一起同一間房 因為他就比較害怕 還有我助手也是害怕的 那麼我們就三個人同一間房 我們三張床 哦 那麼一進房的時候 其實我也覺得怪怪的 因為我都很敏感 那麼我隨身一定會有的就是鼠尾草 哦 你很厲害 因為我出外一定會有鼠尾草 那麼我就入了房 我們放下了些東西之後 那麼 那麼我就開始 即是點著鼠尾草 然後就洗手間 一直這樣分一分 但是有個角落頭 我是知道我不應該進去 我自己很清晰的 就不要進去 那麼我就留給他 是留個角落頭 那麼中間那張床就是我助手 那麼我那張床就是近洗手間那邊 嗯 那麼到睡的時候呢 睡覺 那麼我看到我的藝人 為什麼好像整天都睡不著 那樣的呢 但是因為大家都其實做事都累了 那麼助手都已經睡了 那麼我就沒有理會 那麼我就照睡了 那麼但是又覺得 那個藝人好像又不是睡得著 叫他呢 他又聽不到 那麼就算了 那麼各自各睡就算了 那麼到我睡著了一陣子 我就開始覺得 有東西 在我的肩膀位置開始 那個感覺是被人按下去的 就是由肩膀一路按下去 一路掃到腰位左右 那麼我已經 大家醒一醒 已經很生氣了 我已經知道是發生什麼事了 那麼因為我不是很害怕的 那當然是 開始開口鬧了 鬧鬧了 鬧完一陣子 那麼跟著就沒有了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又睡著了 但是到晚上 即半夜的時候 我聽到很多聲音 在洗手間那裡有很多聲音 但是都懶得起床 去看看發生什麼事 都知道應該是他們在這裡玩的了 那麼到第二天早上起床 那我助手一進洗手間 她就說 嘩 搞什麼啊你們 那地下 整個地都是廁紙的 那麼 然後呢 然後呢 那我那個藝術呢 就已經很害怕了 那現在我們怎麼好啊 我說沒事的 現在我們先下去吃個早餐 一會兒再回來收拾東西 總之我們現在先出去 那這樣 我們就下去吃早餐 那麼 下去吃早餐的時候呢 那藝術就 說回來 他整天晚上都睡得不好 那原因呢 就是 他呢 一躺下的時候 他好像 整天都有一件事 躺在去看他 那樣 他的頭躺著他 那樣 那麼 那麼他就很害怕 所以呢 他就把耳塞塞住耳底 一邊聽歌 平靜一下自己 他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他就很害怕 但是他叫不出來 那麼他唯有是這樣 他整天晚上就是 一躺著他 一會兒 又沒有了 因為其實他也是有帶一些佛珠在手 那麼他就拿著了 那所以可能是 他因為拿著在手 那麼 那時候 那個靈體一感覺到 又有佛珠 即是佛光在那裡 他就打開了 那麼第二次又再試 整天晚上就不斷這樣試 那麼他 因為那邊 他沒有反應了 就是他打開了 他就過來了 他就過來了我那裡 哦 是的 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但是他在廁所裡的廁紙是怎樣的 他的廁紙裡面 他不是撕碎了 那些廁紙 他是好像被人整圈一樣 拉出來 他都是彈彈的彈彈的 彈彈的彈在地上 但是你是肯定 你知道自己沒有進廁紙 那廁紙也沒有進廁紙 那 artist也沒有進廁紙 他坐臂入睡會很壞 是嗎 是的 這樣 但如果玩廁紙 像平時那些 撿廁紙撿到周圍都說 它是整卷拉出來 在地上弄一個大的圓形 這樣真的有難度高 你一定不會理我無聊的人 那第二天有沒有轉房 不用轉房 第二天走了 然後就馬上撿東西走了 又是酒店嗎 是的 這個酒店比較奇怪 因為比較遠離市區 這位藝人說不定是誰 這個現在是一位歌手 沒有了 看完了 最清楚的部分就停了 真的不好意思 這只是每晚恐怖在線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的話 就非常簡單可以參與我們 月費計劃可以上去 就是appmanpoint.com bigbigair.com 裡面參與月費計劃 聲音是30元 視像是40元 如果加上用APP是50元 至於說我不想參加月費 想給Cons看哪集 就買哪集 都是可以的 下載我們bigbigair的手機APP 所以希望你快點成為我的付費護員 你會看得最多最恐怖的個案 是新的 總統 麻煩了